上次經歷千辛萬苦 終於讓我們找到小羊陀 Vicuña 今集就讓我們繼續越野車力險 時間來到第三天 我們會向南邊移動 今次的目標就是找Atacama剩下的幾款動物 剛才有個牌子說22km到Chasa Lagoon 但這裡沒有,好像什麼都沒有 第一個景點 沒錯,我們又來到燕湖 駕駛了幾小時車來這個Laguna Chasa 就是為了看它 那邊啊!那邊啊! 天粉 那邊還有很多 別以為只能在海灘旁邊找到Flamingos 其實有一半品種的Flamingos 都生活在南眉州高原 就在這個Laguna Chasa 都能找到這三種Flamingos 分別是智利雄冠、安帝斯雄冠和秘魯雄冠 剛進口那裡,這裡有一條trail 這樣走完就要走30至40分鐘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走一步了 因為我看到Flamingos 這些蝦仔是1cm左右那麼長 它會在高礦物質高溫和低Oxygen的 concentration上都生存到 鳥仔經常會吃這些蝦 細心點看,這些蝦仔是粉粉色的 而Flamingos之所以是粉紅色 就是因為吃了這些蝦仔 這些白色就是水蒸發了之後 把鹽放在這裡 不知道這些鹽是否可以試試呢 試試試沒話 拿出來 味道鹽的味道 應該不會肚痛的 繼續 來吧 剛剛說過,這裡有三種Flamingos 要分辨它們一點也不難 黃色的就是安帝斯雄冠 眼化得像噴仔一樣就是秘魯雄冠 而這個 頭不見了的就是智利雄冠 你的頭是不是卡住了? 吻不把你的頭出來 這隻吃得太多蝦,所以它的屁股那麼好 哈哈 它們最喜歡就是把嘴伸進泥土裡 轉啊轉啊轉啊,這樣找食物 我們去完這個Charta Lagoon 現在就出發去第二個景點 大家去這個景點是麻煩一點 要拿來這個叫Socale Town 就是這裡 剛才去剛才那個貨櫃屋去Check-in 然後就拿了一張綠色紙 然後拿完這張綠色紙 就上車再開20分鐘左右 才會到那個公園 那我到時就把這張綠色紙 就給那裡的人 很搞笑 真的它不是在那裡Check-in 是要來這個Town仔 交出這麼大壇東西 就為了來參觀另一個湖 可惜這一天天氣不好又大風 真是吹到人都瘋了 今天是我們最後一個Futila 在Atacama 前兩天去完東面和南面 今天就上了北面那裡 我們現在正在去Eltatio的地方 它就是間歇泉 那裡也是全世界最高的一個間歇泉 很多Tour都會選擇到凌晨4點半才出發 由San Pedro去Atacama 那個船 就要開一個多小時 所以他們就要4點幾小時出發 他們去到那裡就要等日出 日出的時候 間歇泉的煙是流的最大 最誇張的 但是同時 我也是一部日出 那裡就要超多人 我們不想超多人 而且晚上開車也有點危險 就選擇了 現在才來 現在9點多 我們剛剛吃了一個早餐 正在出發 這個有差距 但是今天這條路 路況就沒有 昨天和前天那條公路那麼好 因為這條不是公路 到處都 你看 是這樣的 就是看到兩邊都很多沙石 然後整條路都是凹凹不平 旁邊這裏是沒有爛光 很容易真的會沖下山 嘩 嘩 嘩 這車 應該會很害怕 我覺得你下山的時候 這個燒瘋啊 給大家看看在地圖上是怎樣 有什麼樣子 剛剛在路邊有個踩單車 他就輸我們 以為要有什麼需要幫忙 所以我們停下了 給我們一張紙 這張紙就是說 這裡是個自然保留 就是有些規矩 就叫你尊重這個環境 之類之類 不過不到也挺有心 他特意找一條人 動在路中間 看到有人經過 就派一張紙給他 在那裡 救什麼 這裡很凹凹 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怎麼會穿不上旁帶的 啊啊啊啊啊啊 這兩條巴是選擇走旁邊 才會吃的 啊啊啊啊啊啊啊 睡完過幾小時 就終於來到這個地方了 剛剛去了賣票 發現這裡一個人都沒有 原來這個鐘頭來真的會沒有人 然後呢 原來這裡是跟昨天的玩法一樣 都是有一條條條路 但是你要駕車進去 然後它中間就會有些位置 讓你駕車下車去 然後到處走走走 然後我身後這個呢 這個叉條就是全世界最高的 Gazer Field 那這裡有80個Gazer 那 起早早的時候呢 即是6點至8點的時候呢 這裡的溫度可以去到 約30度Celsius 所以溫度差大 那那些煙就會噴得很高 那現在這個時間 11點多 就暖了很多 所以那些煙就沒有噴得那麼厲害 看到嗎 那些煙已經弱了很多 其實那些煙的前面是會很熱 很舒服 很熱啊 是啊 還有一股鵪鎮蛋的味 聞到嗎 好像說是硫磺的味 很舒服啊 因為這裡很冷 煙飛過來很舒服 這個是塞廁 抽水馬桶抽不到水 很像 很有趣啊 你以為它是軟滑滑的 好像很濕 但其實它是硬的 你看 像花柳一樣 包場 如果我們半夜來呢 應該是這間大門的聲音 去高潮園 如何留得住高潮 夜潮鳥太過少領雨 又異性級調 增加了一些邏輯料 很漂亮 臭雞蛋味 不知道聞得到會中毒 話說我們今天酒店的主管 叫我們帶一些 Coco Leaf上來 他說這些是用來 舒緩高山製造的 這些Coco Leaf是製造 可卡因的原材料 可可可樂也有用過 來製造的 不知道是不是敢說 它就叫Cocacola 另外這東西 也可以用來 舒緩頭痛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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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上來這麼高海拔的話 你就可以拿一塊 就這樣咀嚼 或者丟進水裡沖茶 喝 先試一下 首先有點頭痛 好像茶葉的味道 沒甚麼感覺 沒有,立即舒服了 可能要等到 我放了熱水 嘗試放這些葉去沖茶 浸茶正常很多 正常的浸食很多 喝完好像沒甚麼用 找一隻雷仔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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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夠了 嘩! 扯起了它 扯起了 扯起了 嘩!這麼長啊 神經病 這裡是一個叫做Putana的濕地 有很多動物在那裡有水 有小鴨仔 有小鳥仔 有些洋桌在那裡有水 第一天去不到月亮谷 中間幾天又沒有時間 就打算留到第五天才去 誰知它又是沒有開 原來剛才有個外國人跟我們說 他說附近有些抗議 所以導致月亮谷和旁邊 有幾個公園都沒有開 所以我已經在這裡了 傻了買票錢 因為我們早就已經買好票 還沒得去 所以現在就去市中心這裡 最後還是跟他有緣無份 唉!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快要走了 好不捨得這裡 雖然說是酒店 其實更像一個B&B的形式 是酒店 每天有人執訪 有早餐吃 但是他有一個管理人 然後他每天都會問我們去哪裡 給我們一些推薦 他真的幫助我們很多 即是一check in的時候 他已經發了一大堆資訊給我們 在每個景點 即是完全是一個懶人包 即是哪個景點 要去哪個網站買票 那些他全部都給我們 我們現在就在卡拉馬機場 坐飛機出發去Santiago 終於離開Atacama的範圍了 想說他這裡的機場是超級超級便宜的 在拍攝相機 他過來一次Balling Pass 就沒有再檢查了 連護照也沒有檢查過 他的廣播全部都是西班牙文 幸好我們都聽得懂的數字 也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昨晚就問回我們的主持Franklin 他就說 這些討論 原來是 Cen Pedro這裡的原住民法器 那一大的旅遊景點 都是這群人管理和負責 今次的討論 他們就不滿政府 在那個範圍裡 賣一些Lithium 阿特加賣很多資源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mining地方 但在那裡mining 就會搞到那裡的生態很大問題 還有會破壞環境 他們就想關掉那些景點 來和政府抗議 他說這件事很罕有 他來了這裡七年 昨天這件事只是第二次發生 我們來阿特加賣 這裡就來了六天五夜 普遍人通常都是來三至四天 我就想我們來六天 應該會有很多時間 只能在那裡拚 鄉州也是沒有的 每一天行程都很滿 因為在這裡的景點都很遠 每個景點都要駕駛1至2個小時 在這裡玩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麻煩 因為只有兩個選擇可以選擇 一是Joint Toon 和一是自駕遊 而且這裡有很多景點 進去都要駕駛 即是去到那個景點 裡面是有一條條條路 但條條路不是被人走 是被車走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這裡沒有的士和巴士 就算有巴士 都是一些長途巴士去第二個城市 所以不要期望這裡 真的有公共交通工具 可以讓你搭到 即是它又有雪山 又有草原 還有當然是沙漠 這個地方真的很高質 即是我留在這裡六天五夜 我還是覺得不夠被 而且我們還沒去完景點 所以我一定會再回來 這裡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細小 特別是在這裡 捷起 現在你知道 好